记者罗陵军台北报道, 郭雪福出道十年发行首张个人EPLog乐福, 主打歌在天真告别之前由原子邦尼操刀, 打造充满末日感的清电音旁克扰滚曲风, 完全击中郭雪福充满个性、态度、绝对的内心。 私底下的他不爱笑,爱放空, 也常让人觉得他厌世脸, 但其实这就是他最放松做自己的时刻, 表面上面无表情,内心却可能已经澎湃沸腾,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脸上, 私下最爱听摇滚歌的郭雪福, 疯狂崇拜爱窝, 最爱谢和弦的爱不需要装乖, 唱KTV时也会点很多字迹热爱的英文歌, 卖吧行为老辈旁人亏都给你唱就好啦, 这次可以唱到在天真告别之前这样的曲风, 让他非常开心, 歌曲的快节奏与重拍充满戏剧张力与情感起伏, 狂飙的电吉他宛如他内心混乱复杂的思绪, 也因情绪一次到位, 录着首录的最快。 郭雪福30日将迎来30岁生日, 一口气在今年推出三大作品, 除了EP, 还有远赴巴黎与南法亚为农拍摄的概念写真书蜕变, 接住就是30号的I Love You生日会, 当天除了和粉丝近距离接触, 也会首次现场演唱EP中的三首新歌, 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他坦言压力很大, 很怕现场唱不好, 近日密集上歌唱课及肢体课, 力求生日会当天表现完美。 此外也亲手制作小礼物, 要送给购买生日会套票的雪花, 粉丝昵称, 爱猫城池的雪佛, 家中收留了三只流浪猫POPPOP, Millie和金Burn, 工作人员特地拍摄了一连五集的 阿福的猫路日记, 忠实呈现他下出制作新时, 是凤喵黄的可爱一面。 郭雪佛推出EP, 宽宏艺术提供。